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最近有一位习惯的毕业生 也就是上过习惯课程的毕业生 他想要创造一个新的习惯 这个习惯就是每天做虎卧撑伏地挺身 Push Up 做十次 他做了八天 可是却忘了三天 所以好像三天打鱼两天赛网的情况之下 是很难造成很难建立如此的好习惯的 所以问怎么办 其实方法蛮简单的 今天也提供给你一些方向 你有没有试过在你的生活当中 当你想要建立一个习惯的时候 刚开始你还记得做 可是后来忘记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方法 条件绑定就是协助你如何透过 跟另外一个习惯的结合来创造一个新的 或者是你需要的一个好习惯 给你举个例子吧 在欧洲有一个城市设计员 他很喜欢看奈飞 Netflix的一些网剧 他看了以后非常的自责 为什么呢 因为一看网剧 时间过了许多 甚至影响到他的健康 他也没有去做运动 所以他在想 如果他看网剧的话 就无法做运动 一直在思索 如何能够建立起运动的好习惯 减少看奈飞的情况 可是他又放不掉这个喜好 所以因为他是设计员嘛 他就做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安排 他设计了一个城市 黑镜他的电视或者是电脑 然后呢 他的电视或电脑呢 是外接到一个脚踏车 运动式的一种脚踏车 所以当他要看奈飞网剧的时候呢 他就必须要踏他的脚踏车 而且速度一定要到达某一定的程度以后 那个网剧才会播出来 所以被逼让他每次在看网剧的时候 他都必须要去运动 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条件绑定 他的喜好是看网剧 可是呢 他绑定一个好习惯 跟他的喜好绑在一起 一一旦他想要做他的喜好的习惯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先或者是要做这件事情 哎呀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个 这个例子以后有什么感觉 请问一下 你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吗 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习惯有吗 比如说有一些人 他对于手机这件事情啊 蛮伤脑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手机经常影响到他的注意力 打断他的专注力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不太好 所以你看看 如果我要减少看手机 或者是我要绑定一个新习惯 在我的喜好 比如说看手机是我的喜好 是我的渴望 那我如何绑定呢 其实蛮简单的 提供给你做参考 也就是说每当手机有一个讯号通知叮咚的时候 你看我们很自然而然就看了对不对 看了以后花了一些时间又后悔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以后当手机叮咚一响的时候呢 嗯 我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有一个绑定一个条件 条件绑定 什么条件呢 就是我在看手机之前 我在看这个讯息之前 我要先做眼睛的运动 可能是转上转下 左左右左右 大概都可以啊 随便都可以 大概做多久呢 10秒钟 这样可不可以 一当叮咚我就开始转眼睛 看前面看上面看下面 10秒钟以后我才打开 这是一个方法 哎搞不好这是一个方法 对我来讲我是怎么做呢 每次手机一叮咚 有通知的时候 我会告诉自己20秒 什么意思20秒 20秒以后才看 换句话说 我用到一个方式 叫做延迟满足的方法 叫做什么呢 拖延症 拖延症有它的好处呢 是的 每一次呢 当手机一响的时候 我就拖延20秒 你看看 有的时候我拖延了20秒之后 不知不觉我就忘记看了 其实手机的一些讯息 它是很紧急 但是不一定会重要 因为手机是别人要的东西嘛 别人的讯息可能是广告 也不一定啊 对不对 是的 如果你要更强烈一点 我也建议你 每当你想要看手机的时候 也绑定 看手机是你的渴望跟喜好 对不对 绑定一个新习惯 条件绑定 什么习惯呢 可能你在看手机的时候 你告诉自己 一定要深蹲5次 蹲5次 读5次以后才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 条件绑定就是你有一个坏习惯 或者是你的喜好等等啊 总之你要做这件事情以前 一定要先做这个动作 或者是这个习惯 比如说我举刚刚那个学生的例子 他要做俯卧撑伏地挺身 每天要做十次 他会忘记 那怎么办呢 那他会不会记得每天要做一件事情啊 其实不用记得了 他每天都要用餐 对不对 所以在用餐以前 他可不可以绑定先要做俯卧撑 十次 你看每当要用餐 他先做了俯卧撑 可能是早餐 可能是午餐 可能是晚餐 他就做了 那他就不会忘记了 做了以后就登记打一个勾 啊完成 成功记录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哈哈 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建立新习惯呢 要有方法 要有策略 不能够用记的 有的时候我们的记性不好 或者 你有没有用餐的时候 你喜欢吃 你喜欢吃的东西 还是 你要吃健康的东西呢 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吃 他喜欢吃的东西 那可能不健康哦 那怎么办 绑定一个 新的行为吧 怎么绑定呢 我的建议就是 每当你想要吃 比如说是炸的食物 炸鸡块还是什么 你在吃这个炸鸡块以前 一定要先夹蔬菜 告诉自己 你一定要夹蔬菜 蔬果类 哎 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能够稍微平衡一下 你有没有一种习惯 就是很喜欢吃零食啊 如果你喜欢吃零食的话 请问你一下 你可以做怎么样的绑定条件吗 怎么样的条件绑定吗 哈哈 这个思考题就留给你了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分享 分享内容包括你有什么样的一些 可能你觉得不好的习惯 但是你可以绑定什么样的行为 今天跟你分享就是 如何运用条件绑定 创造好习惯 不知是否对你有一些启发作用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分享 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计较游泳气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